你所取得的成就 都有那些厌恶背后站着的一个贵人 再往前说 按照我们通常对贵人应该有的那种礼貌和情感 我们应该感恩感激 而不是憎恨 当你看到一个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 还在憎恨那个不断的协助他 挤压他 凝食他 功力的人 还在瞪着眼睛的把他当成坏人的时候 仇人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个没有开窍的 因为开窍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 把那些个人的理性和情感不能接受的反面 变成了生命中一种极其特殊的能量 一种身份特殊的恩人 曾经有同学问 老师你讲这个有点像IQ精神 IQ精神说的是生活中的一个弱者 没有背景 没有什么才能 也不愿随心 或者也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处处被人家欺负 心里面也憋屈 有时候也觉得活着没劲 但是又不想就这么死掉 怎么办 于是得找一个说法 叫别人打我 那就是儿子打老子 那么的一个弱者 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他给自己的活着 找一个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好笑 哪一个时代都有那些个在底层苦苦挣扎 找不到出路的人 这是他只能改变一种说法 就是叫改变认知 而没有办法去采取行动或者走 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跟那个不同 也是在改变认知 但是在改变认知的同时 也在改变你对他价值的认识 不是儿子打老子 是贵人给我送礼物 而是在改变我对他认知 对他的价值的看法之后 跟他建了一种新的关系 通过我对他的那种认识和感谢 从过去的敌对变成了朋友 所以中国过去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 真正的交道交情 都是在斗争当中不断深入 不断加强的